五安 由早晨到五安 一會兒你們吃完飯 就希望回來討論 一討論的時候 就不會黑眼睡了 因為我一會兒兩點多鐘 要過到理大 所以我就不可能一路撒下去 那飯就大家吃 我就會趕著過去 Ellen找我的時候 就說你對了 就是講學生和家長的部分 那我對的 因為我是家長 我可以去反映給大家聽 老師你不要那麼ambitious 又或者教育局你不要疼錢 我想整個E-learning的趨勢 是不能停下來的 就是它是向前走 差點是走得慢還是走得快 那剛才提過 就是不要E-learning等於 就是那個貨盤的電子化 而是剛才有些示範 是看到E-learning裡面的 那些device 是可以幫到我們做很多 我們的教學的工具 這個才是一個同步的考慮 作為同學 我會看同學和家長 E-learning是同學開心 然後家長就擔心 開心者就是 在一個課堂上面不會那麼悶 就算那個老師不喜歡我 我都要頂他八個字 即是四十分鐘 但現在不是 老師我喜歡不喜歡 我對著這個device 我可以喜歡怎麼做 總之我交到功課就行了 還有就是很多天馬行空的東西 你知道小孩子當然是想很多東西 其實在電子平台裡面 我完全可以拿得到 還有運用得到 所以這個是對同學來說 是除了他學習之外 他的cretility 或者critical thinking 是完全可以從小培養到大 家長擔心是怎樣呢 從硬件 家長就會覺得 我要買很多東西 如果你說能力可以的 沒問題 就是小孩子學習 但是能力不可能的 剛才也有提到 有三十多萬是拿全瓶 和半瓶的書寶俊貼 即是那些家庭 其實是面對某程度的經濟壓力 如果我們都要求他 有個電子的媒體去上課的時候 可能在某些家庭裡面 是不可能做得到 那這裡其實是需要 我們政府在那裡做一些幫忙 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們過百萬的學生 需要這些東西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於是可能家長也會問 是否我在外面買一部iPad 就會比較便宜 在你學校就會更加便宜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可以幫助家長 即是就算他能力可以 都可以幫到手的東西 另外一個擔心 除了經濟方面 另外一個擔心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我是過來人 我不知道有沒有過來人 我兩個兒子 幸運的是他沒有沉迷 但是來沉迷也不差得很遠 沉迷者都忘記了外面的東西 他不理會家裡發生甚麼事 你叫他吃飯一會兒 然後原來一會兒是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後 這些真的是沉迷 我兩個兒子都是 你叫他 行啦 五分鐘之後他立刻 十分鐘吃完碗飯 他就回到電腦 他也知道他要考試了 他會節制兩個星期 你會看這個沉迷 是會令到很多家長很擔心 現在我們都知道 最近都探討了 有幾千個青少年 那些人是畢業好像是失業 但是他們是不願意找工作 就是由29%的失業率 現在去到十幾了 但是我們去找回那十幾% 那裡不夠一萬人 原來有部份人是他不想做事 不是找不到工作 那這些其實是 如果他家裡沒有電腦 他立刻出來做事 所以我想這個已經去到另一個位置 如果我們不是在中小學 去跟他建立一個節制 告訴他電腦只是一個工具 不是一個老婆或者一個老公的話 那我相信就回到畢業 可能是更加多人出去做事 又或者無論我們怎樣做 都有這些青少年 我們是不是有另外一些服務 是服務一些畢業 又不想做事 是對做電腦的青少年 這些是後話 但是我們都會看到 以往我們不會認識到原來有些青少年 畢業是不想做事 另外一個困難 另一個困難 就是對家長來說 就是我不知道 我兒子和我女兒 現在在做甚麼 只是知道他對著電腦 而且他也很受規矩 又沒有出夜街 因為對著電腦 只是晚上睡覺 或者是凌晨才睡覺 或者父母突然間紮醒 還有光 就出來看看 都還未認識 就是這樣 所以 對家長來說 他是原… 在E-learning的時候 我們不要忽略了家長的教育 因為我們教育了家長 他才可以在家裡 配合學校的E-learning 否則他就會放棄 那一放棄的時候 學校的責任就大了很多 但是我相信家長就不會放棄 不過他不知道怎樣教 所以我相信這裡 在無論是學校的層面 又或者社會服務的層面 其實我們都要幫家長 去適應E-learning的內臘 所以剛才 葉建源提到 有些家長在寶寶的年代 已經在幫他 形式IPAD撥來撥去的那些 那這些家長可能沒問題 但是如果仍然有些 找招不得慢的家長 他這一方面是差一點的 因為他根本沒有資源 由寶寶仔已經給他一部IPAD 我想這些不可能我們忽略 因為到最後 如果我們不管這一群人 我不知道那個結果 那些小朋友去到成年的時候 家裡又不理會他的時候 結果會是怎樣 社會的承受的後果 我也不知道當時會否承受到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三樣東西 家長不知道怎樣做的 就是我們很多網上語言 寫得出的 可以在網上出現 甚至一些網上的欺凌行為 他不知道是不是欺凌 他不知道原來是 只是整股下人 但是他不知道後果令到對方 一直都有人欺凌 叫做人欺凌 人欺凌 人欺凌 總之誰一出現 他在哪裏讀書 在哪裏 今次又怎樣 其實是這些欺凌行為 不斷會出現 所以這一個 就去到我剛才跟姚教員 聊天的時候 就是網上的倫理行為 這個就在 e-learning的過程裏面 很可能我們都要碰這些位 而不是 總之知識傳授 就解決所有的事情 而是可能 我們在現實生活 講倫理的時候 在虛擬世界的倫理 是否一樣 或者不同 或者更加我們要說 這些我自己看 是需要我們的老師也好 家長也好 甚至作為社工也好 我們都應該要留意這方面的事情 總括來說 我自己就會看得到 家長的擔心是有的 但是擔心也不是完全處理不了 整個流程我自己會看 應該有一個比較 就是全面一點的討論 然後整個社會怎樣看 整個社會就包括了政府 議會 不同的 Stakeholders 我們去看 e-learning 那個好和不好的地方 然後我們將一些不好的 我們一早知道 去盡量減低 甚至做一些準備的功夫 因為有些事情未必可以解決到 但是我們如果做好的準備 我們會減低 我們會減低傷害 今天我會看 你千萬不要說 千萬不要說 e-learning不好 或者傳統教法不好 其實今天的討論都覺得 兩者不可以互相排斥 但是可以是用保俗的角度 去看整個e-learning 問題可能 阿蛇先生在這裡 因為你是教育局的代表 我自己會看整件事 上一次我也提過 我們e-learning的目標是怎樣 於是無論在內容 在配套 以及在金錢的投入 是怎樣做到 各式其食之餘 是不會失去 那個所謂的效用 以及那個所謂 我剛才提到的涵蓋 不要忘記了家長的那一刻 那這裡我希望下午的時候 大家可以多一點的分享 多謝大家 是的 很重要 柱哥 我想這個家長的 readyness 我想去到一個 point 就是從consumer的角度看也好 家長是怎樣處理呢 有些家長是 我想每隔一兩年 我們都見到一些很 negative 的 case 就是小朋友被人拔電製 所以拿刀斬人 斬媽媽之類的 這些情況 我想在家裡 在家長去理解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戴上另一頂帽子 戴上另一頂帽子的時候 就是我們做社會共融 即是 digital inclusion 即是數碼共融 過程裏面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這些工作 其實是很困難的 我想相對一下 我們現在正在進入九百多個學校 和那麼多個學校 一起去做幾千個老師 但是我們那裡有幾十萬個有需要的家長 我們可能是 actively 跟他們 engage 所以可能是南亞人士 有些南亞的宗教信仰是不可以上網的 或者是有一些有需要的人 或者是有些貧窮的家 其實這兩年特別多的時間 在這樣的地方 就是家長自己不明白 他變成要是很害怕 要是過份回應 所以這個過程是一個困難的過程 小朋友亦都因此而可能retreat 那是一個怎樣處理的事情 我想這也是需要多些處理 和多些在社會上討論 我想我們要go beyond 我們這一類聚會就是專業界 可能是老師 資訊科技界 content 但是我想我們都需要增加多些 在一個mass consumer 的層面裏面去討論多些 可能在電視上 可能在電台上 可能在立法會上 可能在立法會上 多些去討論一下整個方向 我想如果這個方向已經到達一個點 就沒有人會說不去做 因為那個小朋友可能就是這樣生活的 但轉來的過程當中 怎樣學到好的節制 我們在說control 還是empowerment 這個新的教育在說什麼呢 那這個過程是怎樣呢 我想這也是值得去討論和去想 但是我想是好的 其實我們去到一個 當我們去到慢慢想想 不是這麼想機器 不是這麼想網絡 不是這麼想 content 的層面 其實我們社會在這個area 去討論是一個重要的討論 其實回到來 就是我們將來 其實整個社會會是怎樣呢 去到底我真的有個believe 就是本來 貧富懸殊在香港 很遺憾啊 這件事也是世界第一 貧富懸殊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 最高的三個區都是在香港 最高的是葵青區 沒有辦法明白為什麼 就是最有錢的人和最窮的人 在同一個區裡面生活 那經理系數就是measured 就是這樣 那本來我們相信 就是要 break out of 這個貧窮的方法 不是不停地要給他錢 而是給他好的教育 讓他有機會可以自己去 upward mobility 可以做得到 但是如果沒有了 現在我們越來越多教育 是用資訊科技的 如果他是沒有了那個機會 去用到資訊科技上網的話 其實有一個更加大的危險就是 貧者月貧 不是錢那麼簡單 是知識上都可能是 所以這個位置我們要討論 以及要怎樣處理 這個在我們大家心中努力去做 好了 剩下的東西是下午了 我現在可以放張追元 還有現在是下午的時間